世界各国的疫苗研发赛 原本英国牛津团队进度最快 最有可能抢先上市 因此为福利局洽谈 在国内紧急授权制造 作为国内疫苗的主要来源 但是却传出第三期人体试验时 出现异常副作用 计划全部喊咖 授权制造这一块 要求的量都非常的大 很容易就把台湾的生产的量 全部都占满了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趋向于在预购 然后我们国内的厂商的一个扶植 听到牛津疫苗出问题 指挥官陈时中赶紧宣布 疫苗政策急转弯 改为向国外预购 或是扶植国内厂商 不过现在欧美 日本等大国 早已预购超过20亿剂 台湾现在才要开始抢疫苗 恐怕还要排队排很久 拿得到拿不到一个商品 决定于你出的价钱 你提供的条件 还有你们后续的一些支持 那这个都是谈条件的 直接向国外买疫苗 当然又快又方便 但可能要等到欧美 日等国都接种后 才能轮到台湾 要扶植台湾厂商 资源又明显不足 政府编列136亿的预算中 116亿都是拿来外购 只有20亿协助国内研发 两者相差将近6倍 似乎对国产疫苗没什么信心 而现在才来拼国产来得及吗 那政府对疫苗产业的发展 其实是一直没有很持续的 给予一定的支持 而且发展的时间也不够久 所以最重要就是你 如果要发展这个产业 你就必须每年持续 给它稳定的支持 所以我们就是很慢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他说要补助这个研发的款 但是这个你想政府做事 总是有很多这个行政作业 那确实全是没有看到了 国际疫苗攻防战 政府压错宝 就怕国外抢不到 国内又跑不快 防疫变成落后部署 欢迎新闻杨哥陈丽婷 台北报道